麻糕是一种香料植物,一直被使用在料理烹饪上 在三年前,一位专业的香粉老师陈炫良来到部落上课 认为麻糕其中的柳丁、柠檬香气是制作香水的好原料 因此在日广处的辅导之下,来到信义香开办香水研习课程 成功打造出名为森尼的香气的麻糕香水 并正式推出大受好评 为了强调,麻糕香水是来自森林的气味 主办单位特别将发表会拉到位在1600公尺高的双农连道当中来举办 并且在部落导览人员的带领之下 在森林中采集野生、麻糕的香味 让前来参加的观光产业,各界专业人士都非常称赞 那么麻糕香水的话呢,平常的话呢 在都市里头没有什么样的感觉 可是今天的话,整个就在森林、布道当中的话 真的就可以体会到麻糕香水 真的是来自于这样子的一个大自然的香水 真的可以感受到所有我们伙伴们的用心 所以再一次的,我真的诚心推荐这样子的一个麻糕香水 那非常的不一样,让我们深刻 原来麻糕不是那么遥远 那我们又近距离的去体验 闻香 还有包括这整个森林的这个氛围 很适合我们国人,现在要寻找宝岛台湾的秘境 所以欢迎大家继续跟着部落相分小旅行 Libus是森林 Libus Hamsung就是布鲁族语 森林气味的意思 部落居民将麻糕香水取为这个名称 强调它的香气来自天然森林 这项产品并且得到日管处 以及领误局的辅导支持 希望能够成为新一乡浊水西线 部落深度旅游之中的亮点 培训的课程之后呢 希望是由我们在地的部落的人能够做采集 采集之后呢我们做浸泡 干燥浸泡之后萃取的那个麻糕的定香剂之后 再由我们的我们行销公司这边的那个GMP厂商 来做一个完成的一个香水 只是用了两年的时间 我们辅导部落从凝聚部落共事 然后推出香氛的产品 并且用麻糕这个当主角 那我们也请了这个香氛师 来教部落怎么样去调制麻糕 把整个行程把它做一个设计 那未来呢 丹大布农部落呢 会有两种主要的产品 一个是香氛的麻糕香氛的原物料的部分 那来做香氛部落的香氛还有部落的香水 另一个部分呢就是体验观光的部分 在我们每一品的香水里面 每10ml的香水里面 我们有400颗麻糕的种子 来自布农族部落的麻糕香水 全台独家推出 除了是部落推展深度旅游的新希望 在公部门以及专业香氛老师的协助行销之下 也将以台湾版的格拉斯香水制度来努力 记者测试其心一箱采访报导